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主席我请陈主委 陈主委 委员好 主委好 主委恭喜您 谢谢委员 那么自古英雄初少年 一个国家的青年 如果非常有活力 那么表示我们这个国家呢 越有希望 主委同意吗 同意 是的刚刚听到您 对这个委员的回答 关于这个大学学会 该不该 该不该账 本席的个人潜见 认为 青府会 作为青年的这个辅导单位 那么对青年学生 的这个 就学 权益跟帮助 那么青府会 责无旁贷 那么大学学会 该不该账 我想您也不是您的业务的问题 但是应该要针对秀上 学会 涨了以后 跟不涨的现在 您都有这个义务 去辅导我们的青年学生 顺利就学 是吧 那么政府有做得 不做到的地方 您在 这个 站在这个青年学生的 这个辅导立场 就代以发言 跨部会 来帮助我们青年学生呢 能够顺利的就学 这是我的意见 对刚刚的 这个 问题 那么 主位年轻漂亮 干劲十足 我相信呢 足以作为我们全国优秀青年的一个表率 那么最近呢 国外引发的 Linsanity 的这个 林书豪的这个风潮 那么国内呢 也是由我们高尔夫求求贺 曾亚尼 对不对 这国内外 都非常的这个 吸引全世界的一个目光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青年的 引发的这个正面的效益 那么呢 但是 在这个的同时 也是有很多负面的例子 譬如 前一阵子 发生的 范林 27岁的 Makio 对不对 他久后思绪的这个行为 非常非常 给年轻人做了很不好的一个释放 对不对 主位 是 你在聆听着 你对Makio的事件有什么看法 嗯 我想他跟你一样美丽 也跟你一样在社会的一个 接受度也非常的高 那么今天发生这样的 这个 失绪的这个 这个事情呢 我想这个国内外 公租啊 主位您回答不出来 那您就keep silent OK 那么青年血系方光了 哈 一时冲动 容易做下 容易让自己这个后悔的一个事情 那么前几天 也是一样 我们又看到一个29岁的年轻人 去砍杀他前女友的这个家人 那么据说 他是因为长期以来 被不稳定的工作所苦 那么成为他犯罪背后的潜在压力 那么 主位 呃 本席呢 提出的这许多的问题 您新官上任三把火 在您制定 要发挥你的这个领导能力的时候呢 一向做了一些建议 先给您看看 现在 年轻人的正负面的这个社会的现象 我们呃 呃 有所 有所夸耀 也有所警惕的地方 我们希望青府会呢 呃 能够花挥 呃 你们的主要业务呃 辅导 协助青年呃 走入社会 影响世界 好不好 哈 那么呃 对于我刚刚所提到的问题 就于这个青年人 反社会的这些行为 对于青年人这个脱续的这些行为 呃 怎么样来反放 主委 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你们要多跟社工的单位呢 多加的联系 那么建立一个资讯系统 那么对于有潜在可能 发生这些行为的青年人呢 提早来加强辅导跟辅助的工作 主委 您的意见如何 我的建议怎么样 呃 谢谢委员的指教 报告委员哦 呃 的确在呃 社会上很多这样子的事件当中 青年的确是要有充分表达他意见的机会 但是也要尊重别人的感受 以及包括在呃 法律各个层面上面 都有这个呃 必须要关照部分 那目前对应到这个 这个青府会的业务当中哦 像青年我们从这个呃 有的时候大家会用 迷途 等等的字眼来形容青年 哦 但是我们 当然有的时候换一个角度 希望您希望您希望您在呃防治这一个呃青年犯罪的这个工作上面呢 也有这个辅导的功能 那在青府会的一些业务里面他有积极的角色哦 像是15到19岁的青年 我们有一个少年online计划 他就是针对 没有升学 没有就业的青年 那是限制的哈 现在的这些方案我也都很清楚 我刚刚呢 呃 做了一个建议啊 多跟社工单位 是 去联系 我想这个系统里面是没有建议 没有这 呃 这 建制的 所以我现在呃 建议您呃 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反社会的行为 主委 您认为哪一个形态的问题呢 可能造成反社会呃 行为的潜在青年危险群 您认为哪一些问题比较容易啊 去去去去发生是潜在 会引起青年人呢 呃 去反社会 去造成有一些脱续的行为 您认为是哪一些问题 最有可能 呃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经过比较 ok 啊 我很明显的就可以告诉您啊 失念加上失业 但是失念我想呃 呃 组委 你爱慕人住 但是失业的问题 嗯 您可是责无旁贷了 对吧 哈 所以我们又回到来 看看我们青年的失业问题 我们轻浮会 目前做的什么 我们还带 加强的是什么 是 对 我知道呃 陈院长呢 到清府会去视察的时候呢 他说他嗯 突然之间觉得很年轻 对吧 同时他当时候呢 也引出了一个问题 啊 刚刚几位委员也有提到 二十四岁到二十四岁啊 我们目前的失业率 您刚刚也报告过了 百分之十二点七 足足的是我们整体失业率的三倍也 我们在比较其他的国家 我们也都略高 我们都略高 所以轻浮会的工作 在失业 失业率的降低的这个各种方式 就会以我们现在目前的业务 您来了之后 您有什么新的策略没有 嗯 报告委员哦 刚刚您有特别提到 要跟这个加强联系的部分 那我们我们在 我们因为本来就有一些职工 跟社工部分 防犯青年犯罪的部分 我们现在在检讨这个失业的部分 在失业的部分呢 所以轻浮会 我们现在业务所能够触及到的 这些青年的部分 所以我们是从前端的来做协助 所以才特别提到了 在轻浮会的就业率的提升计划 那里面还包括了说职场的体验 好 那现在您所提到都是 现有的计划在执行 我们期待的是您有一些新的策略 那么我们先把这些 我想主委您现在势必也是在对 整个会里面的业务在进行了解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24岁 到20到24岁 我们再来看看25到29岁 这一些青年人呢 他们刚刚完成高等教育 正是身强力壮的一群 他们失业率在民国 就是一百年 也就在去年九月份 是百分之六点七市 到了今年一月份是百分之六点八八 他们呢 这个趋势呢 没有太大的变动 可是呢 是为福的上升 这个数字代表着我们现在目前 有十万六千个年轻力壮的青年 只能在家里当肯劳主 主委 你知道什么叫做肯劳主吗 肯劳主就是没有工作 在家吃父母的薪水或者是存款 面对这样严重的青年 失业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对青府会 目前您应该要去加紧 加紧去改善的这个地方 非常的严重 社会上会去讨论出一个年轻人 的意思是 很多年轻力较 进了别人 这条辉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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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